在今年早前的时候有一个 Proton 的内部人士他们有讲 他们今年会有三款新车 包括两款全新车型跟一款小改款车型 那么第一款新车 Proton S90 已经在上个星期发布了 那么接下来呢 下一款新车会是什么呢? 可能就是传说中的 Proton S50 小改款 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要跟大家讲一下 影片中我们放的车款是这个吉利的宾约库 不代表马来西亚的小改款就是这个车型啊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然后我们先来讲一下这款车的历史背景啦 这款车是在MCO的时候也就是2020年的11月发布 是 Proton 跟吉利结盟后的第二款车型 这款车发布之后呢 这个订单就非常的惊人 可是一开始因为原厂产能的关系 所以每个月只可以移交1000多辆的车 所以导致这个订单非常的长 之后产能爆发之后 这款车就开始疯狂的叫车 成为了马来西亚市场上交车数量最快的其中一款车 所以目前大家满地都看到S54 但是呢 这款车不知不觉已经销售了两年半 要快三年了 它的销售已经开始下滑 重点是已经太多S50在路上 所以大家已经看到腻了 所以呢 就有消息指出呢 Proton 会针对这款车进行一个美容工程 而且据说它并不像这个S70 MC1一样 只是给你一点Piano Black 就是小改款 它的外观设计上面是真的有改动 至于改动是怎么 我们暂时还不清楚啦 不过大家可以参考像目前菲律宾在卖的这个酷雷啦 很有可能是这个 然后很小的吉利会采用这个冰月酷的设计风格 这两个风格 大家比较喜欢哪个呢 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个冰月酷啦 在内装的部分 我的线人告诉我 其实这个内装有点更动 但是它没有讲设计有没有更动 硬件的部分就肯定有 例如讲那个触屏主机 其实目前很多S50的车主都吐槽说这个触屏主机使用起来会lag 尤其是更新了新的OS之后呢 它更加的lag 可是据我所知呢 这个小改款的S50呢 它会在这个车机进行升级 给你一个更强的记忆体 还有一个更好的Processor 应该会跟这个S90上面的一样 它的记忆体是6加64 使用起来还蛮流畅的 而且这个OS呢 会有一个新的更新 就是添加一个叫AirStore的功能 可以让你下载一定的软件 例如讲Spotify等等等等 至于这个Waze跟Google Map有没有咧 目前的消息是没有啦 不过希望以后会有 除此之外 这个车辆的Level 2 自办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也会有点优化 让它的侦测更为精准 响应更为快速 不过 说实话 以目前的X50来讲 整体的内装设计质感已经很出色了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怎样再改 除非讲 原厂要把这个冰月库带来 那么那个内装设计就绝对可以取代目前S54的设计风格啦 但是我觉得这个只是销概率而已 然后接下来要讲的是引擎 其实引擎的部分并不会有更改啦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1.5公升的MPI Turbo引擎 还有1.5公升的那个GDI Turbo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分别是148HP 226Nm 跟174HP 255Nm 两者匹配的都是奇数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不过之前在S90的发布会上面呢 原厂就有表示 未来他们的车款都会有这个混合动力系统 也就是使用在这个S90上面的 48B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如果搭配了这个48B轻度混合动力系统之后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可以达到的 187HP 大概是190PS左右 峰值扭力表现提升到300Nm 对于S50这样的车款来讲 这样的动力表现肯定会很出色 目前官方表示呢 这个1.5TGDI的版本0-100加速是7.9秒 所以我们可以期望呢 如果它真的采用了这个48B轻度混合动力系统之后 应该可以去到7.5秒或者是7.3秒左右的成绩 不过比起加速成绩最重要的是它的油耗会降低 毕竟目前很多S5的车主投诉 这辆车什么都好就是油耗高了一点点啦 最后要讲到的就是这个发布时间 根据之前得到的消息啦 原厂是计划在8月发布 但是目前好像有一点点耿动 其实大家应该也习惯了 Proton的这个发布时间 每次都会有一点点的延后 不过我个人预计应该还是在8月9月这样啦 他们应该会在这段时间里面开放预定 到时候我们就知道这辆车会有什么耿动了 只是目前呢 关于这款车的消息 其实还是比较少的 我们只是知道Proton会推出一连 X50的R3 Edition 不过这个是Proton的官场动作 基本上它的车款 每一款在推出小概款之前 他们都会推出个R3 Edition 你可以参考之前的Iris R3 Saka R3 跟Persona R3 这三款车推出R3版本之后 他们就推出了小概款 所以我相信X50的小概款真的很接近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关于这款车的消息 可以订阅我们的channel 所以一有第一时间的消息 我们就会为大家送上 所以大家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见拜拜